以佛不共法 這邊是不是十一 就是我說我們剛剛講的 雖然佛經我剛剛講說有罪無罪 他在現關主義論這邊的分類裡面 他沒有分出另外一個叫有罪跟無罪的這個部分 他是十一 那我們來看是什麼是 大聖的如果做解釋的話 大聖的正行的所緣 可為是一切法嗎 看這個一切法如果分下來 此副如果分下來的話 我們會有十一種分類 十一種分類是什麼 為善等 就是善惡無際三格 那還有什麼 世間所知及初世間 那世間的 跟初世間 這什麼 世間的正量跟初世間的正量 那我們等一下會解釋 什麼叫做世間的正量 什麼叫做初世間的正量 還有什麼 有罗無罗 是六跟七嗎 那還有說什麼 諸有為無為八跟九 那共地子法三秤的這個地子在什麼 三秤的共同的法 升文 獨覺 大聖 他共同的這種能生起的這個正量 以及什麼 以及佛的 不共的法 不共 所以這邊講說共與不共 簡單來講就是共與不共 這是個十一的 那說什麼呢 那說什麼 那 那 非善及無際 是否為此而盡 故為 若世間所知 等 那這邊來的意思應該是分什麼 我們可以分三段 分三段 分什麼三段呢 他是說 以 略是 權是分類 以及再次分類 再廣說 他說什麼來講的話呢 這邊說什麼 如果以那個寄送剛剛講的那個兩個寄送來講 一句 第一句是什麼 第一句是檢視或者惡要的去做一個檢視 什麼 那 現在大聖的加行的所緣是什麼呢 那就是一切的法了啦 一切的法 那 一切的法的話呢 那 他有什麼分類 會有什麼來講的話呢 他有說什麼是 略略的去分 他是什麼 可以分為善惡無際三個 那 如果再來說什麼呢 這是什麼 後面是廣為宣說 如果簡單來看分 善惡無際 如果廣為宣說又分什麼呢 又分 世間 出世間 有漏 無漏 有為 無為 共 不共 等 他這什麼呢 這也是在那個 我們所謂的聖者 聖解脫君 他說什麼的話 他說 因為我們這邊要講說 大聖的 正行的所緣的緣故 所以在根本上說什麼呢 所緣一切法 是這樣說了 和所謂的所緣的這一切法又是什麼呢 就是善惡無際 若 這邊的後面所說的 此負為善等 那 如果 他在這中說什麼呢 這個 此負為善等 他就上面什麼 這個等字 等字裡面就是 是什麼 是 惡跟無際 他這邊的所謂的 我常常講 我們常常以前 因為這是在 藏文的分類 他 真的翻字也是就是所謂的 非善 但可是我們因為我們中文 比較沒有用非善的這個詞的時候 這邊的 藏文的意思不是 只是說 不是善 而是在指說是惡的 因為 不是善的意思的話 它可以包含到無際 也可以包含到惡 這邊所謂的非善 或者不是善 的意思是什麼 是惡的意思了 而還要說什麼 無際 善惡 無際 那 這邊的善惡無際 大家還記得我們說什麼嗎 這就是以前在 這邊的色類學或前面來講 所謂的善是什麼 是 由透由他 他能生出樂果嗎 能生出樂果的人的 在講就叫做善 善 我簡單來講我沒有說 以 一定的辯論來講的話 一定說來講為什麼 我為什麼要補充這個 大家還記得說什麼 我說 不是所有的善 都一定會生出樂果嗎 有 第一剎那是他生起的一個 像我們常常講的 我們前幾天 或者昨天不是才講說 稱恨 會燒毀 善根的時候 那同樣嘛 我生起一個善心 我第二剎那 生起了稱心的話 這個稱心不是已經燒毀我了 以上所做的這個善心 這個善心就沒有辦法生出 樂果了 他已經被那個能力 全部燒毀掉了 全部已經 去除掉的時候呢 他沒有辦法生出樂果 所以他什麼 他有能力生出 之前有能力生出樂的果 但不一定是 能生啦 可是我們用簡單來講的話 簡單來講 先不用說好像 辯論的 或者來講的話 簡單來講說 所謂的善是什麼 就是能依他而能生出樂的話呢 這叫什麼呢 那就叫做是善的啦 而依他而生出的是 苦的 依此而生出來是苦的話呢 是什麼 這叫惡 那什麼什麼是無忌呢 就是非善非惡的 這樣的法呢 就是無忌的 我們所謂的無忌的意思是 非善非惡的 所以我們是不是上次講說 你看我舉幾個例子來講說 我們說這個有造罪 不代表一定是惡嘛 大家還記得我一直想說 罪跟惡跟罪跟惡都不太一樣的 譬如說什麼 我舉一個例子 我說 可能我做一個 我不做一個行為 我會犯到戒 可是我也不一定會造惡業 我會犯罪 但我不一定有惡業 譬如說什麼 我今天15天15天 我應該要去送戒 我不去送戒啊 你說這個行為有惡嗎 你說有惡業嗎 他沒有惡業嘛 他沒有惡業 但什麼我有罪啊 因為我有這個戒律 一定要說 我一定要去 15天15天不殺 或是乃至我們居士來講 我說 15天15 我說我有受這個戒 說我不飲酒啊 一方面來飲酒 你說這個行為有 是善還是惡 還是無忌 他是無忌的嘛 一般來講 飲酒這個罪 你不能說 他本身就是 這不是惡的 這個來講 但配合 我們一旦受戒了之後 那我做這個行為是不是就變成他有罪業了 他有犯戒了那樣子 一般來講沒有戒的人的話 他是這樣 所以我們說這個什麼 我們是所謂的性罪跟遮罪裡面 他是所謂的遮罪了嘛 他是一個遮罪來講的時候 那同樣 我們這邊來講的話 他說 此父為善等 說為等 這個字是包含了什麼 是 惡 跟無忌了 那什麼呢 那是不是只有這樣子的分類呢 大聖的 正行的所緣 只能分出善惡無忌 那不是代表他不足喔 大家不要想說他 不足只是說 只有這樣 只有這樣一種的分類嗎 只有這樣一種的分類來講的話呢 實際來講說什麼 他不是只有這樣一種分類 他還可以分為說什麼 他還可以分為說 世間 處世間 有漏 無漏 有為無為 共 與不共 所以後面是 第三句開始嘛 從 第三句來講的時候 是說什麼呢 是不是就說 若世間所知嘛 若世間所知 那 來講的話 這邊來做這個分類了 那 如果 來直接或者來 去開始解釋 這以上是什麼 如果以後我們看到 福生大師的經書來講的話呢 他一定會依著這樣子 的 一段一段會這樣子說什麼 我的出處是哪裡 我是出處於 波爾金的哪一段 他的 現況專案論的是哪裡 和 福生大師主要在這邊依詢的什麼 他是依詢的 賈朝傑大師的 明顯卸脫套嗎 不是那個 不是行顯卸脫套 應該說什麼 散說 散說金要嘛 我說 這個來講中文有翻啦 就是現況專案論的那個 註解來講中文有翻成這樣 我剛剛 以後的是賈朝傑大師的 適量論的解釋了 他應該說有個散說金要的 這個來講的話呢 他主要是依詢的這個 我們看到以後的 西藏的祖師大德的話 大份都是依著 不要說大份 應該說 三大士的所依詢的話 大份都是跟隨著 賈朝傑大師的這個 因為他 賈朝傑大師 這本註解他是把 中大師的 最後對於現官的註解的 開示做了一個筆錄 所以比較是中大師的 最終究的意思來講的話呢 那他後面會說什麼 那於此若略於慢說 即大聖政行所源一切法的需要 是為令了 是為令了之大聖政行 較於小聖政行 所源廣大 而或想 於一切法中 何為善 何為惡 何為取捨等捨而住 故說此父為善等 那說什麼的話 如果我們剛剛以上 他不是分三段了嗎 簡略的說是 所源一切法 略略去分呢 分諸 善等 再去分的話呢 就是 事間所知等 這個一切來講 加起來的話呢 那 這邊為什麼要講到說 為什麼不直接就說 大聖的所源就是一切法 為什麼還要做這種善惡無忌啊 等等的分類來講的話呢 為什麼要做這個來講的話呢 這來講說什麼 是 為了要表示 當 大聖的政行是源的一切法的時候呢 大聖的所源 就比小聖的所源 廣的很多了 大聖的所源跟小聖的所源 不能 以 一樣來講 我們來講的話 不管說什麼 他的所源 以 我們 因為這邊是講 秩序派來講的話呢 他所謂的善惡無忌 當然為什麼有不一樣 因為小聖的所源只有為 小乘的 道地 小乘的 滅地可以斷除的 大聖所源道的道地 滅地所要修持的 廣的很多 以及以這樣子推類來講 那種 有為 一個 應該說什麼 應該說 我們說 世間 出世間 這邊世間出世間的話 那小聖可以源到什麼 他只能源到他的世間 跟出世間的正量 他大聖的世間跟出世間正量 都沒有辦法源到了 所以為了要表明 這個來講的話 他這邊來講說 大聖的所源的東西是 遠遠超乎於小聖的 那這邊來講說什麼 他說 為了要了解這個時候呢 他說 一切法可以分為說什麼 善 惡 跟無忌 那這邊的無忌是什麼呢 他不僅僅是代表像 瓶子跟柱子 而是說什麼 我們 所要 修持的是什麼為 這邊為叫善 所應要修持的 所應該去修持的叫善 所應該要斷除的叫惡 那 不是我們這邊所要修持的 不是這邊特別講的 所要斷除的 這邊就是什麼呢 這邊叫無忌 這邊叫無忌來去分的 那 因為那時候他會有疑惑嘛 什麼樣是所修的 什麼樣是斷的 什麼是 跟我們修行沒關的嘛 因為我們說 什麼應該是這樣 跟修行有關的 要修持的是什麼 要斷除的是什麼 什麼乃至跟修行沒有關的時候呢 這邊在閒光傳就說什麼 就是 與善等嘛 此負為善等 來講的 那 那 第二個 這是第一個為什麼要分出善 惡 無忌的原因 那第二個原因是什麼 為什麼要分出世間到 跟出世間到 就是說什麼呢 那大聖正行為修習道故 筆緣 一切法之道 顯示有世間到 出世間到二種 故說 若世間所知 及諸出世間 什麼來講的話呢 在這邊在大聖的加行的時候呢 我們在修行這個大聖的道路嘛 他說 那 為了要修行 為了要修持這個大聖的道路 他在圓的一切法的時候呢 他圓的這一切的法可以分怎麼樣的一個道啊 他是依著什麼樣的一個道 去圓著這一切法的時候呢 那可以分什麼 世間到跟出世間到的 那 因為順便講到這邊來講的話 那我們應該說 那為什麼會所謂的 那世間的道 跟出世間到的 是什麼意思呢 是什麼分類的話呢 一般來講 世間到跟出世間到 有很多很多的分類 有很多的分法 裡面有什麼分法 乃至有什麼 我們所謂的 大家還記得我們以前在介紹二十生的時候有說什麼 用 世間的禪定 初世間的禪定 那所謂的世間的禪定是什麼 就是我們內外到共同的 那內外到共同的禪定的這種方法是什麼 他把 欲界看為是 初分的 把上界看成為是細分的 看這樣子的這樣子的修法的話呢 我們叫什麼 我們叫世間的道 大家會講說 怎麼會有個世間又有個道 會不會有效果 這是講世間的道不是真正的道 他是那一種 你看我們剛剛講的 以我們 像我們修持或者外道修持